土耳其大地震发生至今已经一个星期 救难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救 虽然这里没有人回应 但另一个地点传出了好消息 有生还者的迹象 救难人员停止大型机具的挖掘行动 接着抬出一名生还男子 救难人员激动地说见到了奇迹 终日在土耳其哈泰省 救难人员还发现一名17岁少女受困 李堆中 最后少女顺利获救 而在卡拉曼马拉斯 一名44岁男子受困162个小时后 活着被救出来 现场响起欢呼跟掌声 尽管已经超过黄金救援时期多天 再去现场来自各国的搜救人员 都没有放弃救命希望 虽然看起来不时有奇迹发生 她说她是活着 她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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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进水泥碎块中 这名小女孩获救时还有呼吸 但最后送到医院还是伤重不治 她的堂哥当天才将多名亲人遗体 运回叙利亚埋葬 在穿越国境赶回来 却只迎来更多亲人的死去 好不容易逃离叙利亚的战火 却又在土耳其碰上百年灾难 让人感觉渺小无力 大地震发生在边境地区 叙利亚境内灾情同样惨重 有灾民回忆起地震当下 原本已经快要睡着 千军易法奇迹逃生 依旧心有余悸 有医师当天正在休假 临时被召回救命 然后就忙了一整个星期 无法休息 不过活下来的人 处境同样堪忧 有家属等不到救难人员来帮忙 只能自己进入瓦礼堆中搜寻亲人 另一个现场有救务车 也被压在倒塌的建筑物下 虽然知道里面的救难人员 都有幸运逃生 却更加凸显这次地震灾情的危险程度 大地震灾情的危险 整座城市一危平地 灾民面临没水没电 临时收容所还没有厕所 卫生恶劣又缺乏医药 让人只想离开这个伤心地 许多人排队等着搭车离开 机场也大排长龙 都是要离开灾区的民众 但更多人无处可去 却也无家可归 劫后余生 未来在哪里 许多灾民只剩下麻木跟茫然 TVBS新闻与思寅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势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